陳建仁背後是蔡 實力是燦 實質是在分派系分章 這個完蛋 這個會很慘 這個內閣啊 以這樣子的人選來看 你就會知道其實 你留任的這幾個部會首長 又都是搞不清楚狀況的 我老實講啊 放棄治療的是誰了 不是蔡英文 對他的權力放棄治療 如果是這樣那也就算了 是對於台灣人民的放棄治療 我們到中國史上有所謂的三大女主 就呂后 武則天 慈禧太后 你覺得蔡英文更像誰呢 Ladies and Gentlemen Welcome to Hope Here's the room 終於到過年期間的時候啊 那終於正式的確認 終於正式的發布消息 其實不過就幾天之前的事情嘛 然後就留下了一個歷史的經典畫面 就是蘇貞昌笑著 陳建仁微笑 蔡英文呢 開心 三個人呢 手放在一起交接了一下 就是這樣的一個狀況啊 基本上大家都會說一件事啊 那陳建仁這個內閣呢 充分展現蔡英文的意志啊 那我這邊呢 提出了幾個話 來跟大家報告一下 第一個呢 陳建仁背後是什麼 背後是蔡 背後是蔡英文 實力是燦 實力是鄭文燦 鄭文燦當副格魁 雖然他是副格魁 但他是真正的掌舵者 所以實力是在燦 然後呢 實質是在分 分什麼 派系分章 派系分配 目標是黨 黨誰呢 黨賴清德 靠山呢 是美國 我想這幾點啊 很多人都有分析了 那事實上我早在這個內閣即將呈現的時候 我就有跟大家分享過了 但是呢 有一點我覺得到現在 很少人去提出來的 這個內閣的基礎是什麼 深綠的死忠載啊 我老實講啊 這是一個很悲哀的結果 這個內閣啊 放棄治療的是誰呢 不是蔡英文 對他的權力放棄治療 如果是這樣那也就算了 不是蔡英文對於 阻擋賴清德放棄治療 也不是 也不是說 蔡英文對美國放棄治療 不是喔 是對於台灣人民的放棄治療 再說一次喔 是對台灣人民的放棄治療 所以我說這是一個放棄治療的蔡內閣 各位啊 請了解一件事情啊 根據憲政上的原則 蔡英文的內閣其實已經漸漸的進入所謂的 看守期或者是所謂的最後一任了 如果沒有什麼大事的話 除非陳建仁有什麼原因跑掉 例如說跑去選總統 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不去追求的是更完整全民性質的內閣 而是更加深慾 更加始終擁抱的一個內閣 這個完蛋 這個會很慘 這個內閣啊 他接下來的目標 絕對不是幫什麼老百姓謀福利 幫老百姓謀福祉 他的目標就是一個 那就是在台灣的內部的政治上面 來強行的鞏固 蔡英文那以為數不多的權力生命期啊 所以這個我把它稱作為 叫做不跛腳的跛腳 不掰咖 但是也掰咖 什麼意思呢 這個內閣目標很明確 卡死賴清德鞏固好自己的權力 正常來說 你說卡賴為什麼就會 鞏固自己的權力就是對台灣人放棄治療 因為很簡單嘛 如果他是希望賴清德上任 那我們請教一下這個內閣的真正下台的原因是什麼 或者說是直接的一個大環境背景是什麼 1126的民進黨大敗嘛 上市2018年的時候民進黨大敗 賴清德直接下台拜拜啊 大家不要忘了啊 如果是這樣 那為什麼去年的年底那一場 2022年的大選 九合一大選 民進黨會大敗 直白的講嘛 大敗的根本原因 其實呢 是因為他的內政太糟糕了 治安崩毀啊 整個啊 亂七八糟的狀況是不斷延續 所以九合一大選 還不是致命一擊你知道嗎 九合一大選之後 整個台灣政局亂成一團亂 貪污腐敗 貪張枉法的事情亂成一團啊 還有假論案啊 砰砰砰打死一堆人啊 這些事情都是造成老百姓很不滿的一個狀況 才有所謂的蘇貞昌要滾蛋這事情嘛 還有包括發錢都發不好嘛 結果蔡英文的反應啊 果然不出我所預料 他的反應是怎樣 回頭擁抱死忠才 用權術來玩弄這個台灣的政治 他只搞權術啊 他只搞人啊 他對政治治理這一塊 他一無興趣 他也不想做 只享受他作為總統的權利 啊這位是誰 這不就是蔡英文嗎 所以我說這個啊 他這樣搞完之後 他現在的整個狀況 我說不跛腳的跛腳什麼意思 不跛腳就是卡賴成功 保護自己的權力成功啊 在內政方面 但是 跛腳是什麼 他這樣一佈局下去 他的很多的權力基礎都是喪失的 因為他現在的權力基礎的邏輯啊 不是因為蔡英文817萬票 威勝天下喔 他現在的權力佈局完全靠的是什麼 擁抱死中載 把權力分下去 靠美國為靠山 這樣的方式來做操作 所以我才會很 覺得很悲哀的說 我下這個放棄治療這個標題啊 但是我覺得我們應該把它改成啊 擁抱深律的蔡內閣啊 因為陳建仁呢 他是一個完全奉蔡英文為歸孽的角色 他就是聽著蔡英文的話 才有辦法當這內閣吧 否則他連副總統都當不了啊 他有什麼根底 他沒有任何根底啊 他在當副總統期間 連一個民進黨的黨籍都沒有 他加入民進黨是他 副總統的任期結束之後 才加入民進黨 而且還下去輔選 所以呢 愛權術不愛治國啊 這是蔡英文的一個完全顯現的狀況啊 那現在其實 也是一個歷史正在創造的過程啊 就是你覺得他是像呂后 像武則天 還是像慈禧太后 大家可以想一下 我們今天我們在最後尾盤的時候 我會把這四個角出來 你就可以看到這樣的一個 權力鬥爭的過程啊 這精采之精采啊 我認為喔 再過個幾十年啊 也許我們這些黨籟明星 有機會公開的時候 歷史上有名的公鬥劇啊 台灣雖小啊 但這一齣公鬥劇啊 蔡賴之爭 不管是1.0版還是2.0版 我認為喔 以所謂的權力鬥爭 公鬥來說呢 這個都值得載入史冊 作為非常值得探討的範例 我們不要說它是負面教材 但是事實上是負面教材 以致面的角度來講 OK 梁文傑是聲率妥妥的代表 他講話最偏激 這個啊 選擇這個梁文傑入口非常的妙 他擔任的是陸委會的副主委啊 那理由是什麼不重要啦 重點是請問梁文傑懂兩岸嗎 叫他到陸委會去 這不太扯了一點吧 那為什麼這樣做 梁文傑就聲率的嘛 擁抱聲率是蔡英文這次的主旨 所以我前面講了嘛 為什麼這次的基礎是 聲率始終在 為什麼 那梁文傑就是個經典的例子 其實不只梁文傑啦 這整個下來之後 你有沒有發現就關鍵一個 我剛才講的靠山是美靠著美國 所以麥卡錫一定來 保證來絕對來 大家做好準備 來了會怎麼樣 我們之後會有精彩的分析 那基礎是什麼 基礎是擁抱聲率 擁抱始終在 這個整個談解析完大家都聽懂了 這個中國三大女主嘛 他到底像誰 我蔡英文拼了過來 好不容易從一個 民進黨的格局外的人 拼到民進黨主席 一路奮鬥奮鬥奮鬥到現在 當上了所謂的總統 在這樣的過程當中 我現在剩下一年多 我享受一下權力又怎麼樣 其實他早就在享受了嘛 2020年他就開始享受了嘛 那我問你 這不就慈禧泰嗎 慈禧泰要搞權術那一流的啊 好權術而不願自理啊 所以我們從這整個過程當中 我們可以看到啊 我前面講的那一句話 以蒼生為出狗啊 以台灣為齊局啊 好 最後一年多了做點善事吧 後來發現這個呼籲呢 再呼籲下去會被人家笑 所以我最後跟大家提出 另外一個完全相反的呼籲 太好了 希望他呢繼續幹 一年多 長痛不如短痛 早點呢 讓所有老百姓知道 蔡英文 他在做這些政治安排的時候 他根本不在乎你老百姓的死活 他根本不在乎你台灣的未來 他在乎的只有他自己 他甚至不在乎賴清德 這一次其實新內閣他就是換湯不換藥 然後感覺好像蔡政府覺得 我只要加了幾位的藥材之後 他就是一個十全大補湯 但後來發現他到底是一個補湯 還是會變成毒藥 我覺得這是很值得深思的一件事情 你覺得你自己心目中都五個是不是 首先那聯合報很有趣 他其實是六顆地雷少一顆的概念 因為他說陳明通再見 陳明通是國安局長 不過國安局嚴格來說 不能完全算是內閣 因為他這個是總統職俠的單位 但是其他的五大地雷 他這個所點的就是 衛福部長薛瑞源 農委會主委陳吉仲 通傳會就是NCC主委陳耀祥 外交部長胡釗燮 還有數位部長 其實也就是數位發展部 好像有時候叫數發部 唐鳳 這五顆 我不知道大家心中盤點的五個 是哪五個 大家好像都有不同人選 對對對 寶寶你自己心中五大地雷 有沒有這五個是剛好涵蓋 還是有幾個有重疊 有幾個有重疊 那你先給我你的五大地雷名單 然後再來我想要講就是 到底我的五大人選是誰 其實跟這個社論裡面 有提到幾個 陳吉仲跟薛瑞源是絕對跑不掉的 我覺得吳釗憲其實也是 光是在吳釗憲 他這個部長的任內就斷交六個 專業斷交部長 當中華民國沒有邦交國的時候 台灣共和國就誕生了 是這樣子 所以他們會有不同的解讀方式 講到網軍就立刻就要講到陳吉仲 陳吉仲組會 大家有印象的話 1450網軍的爭議是從他而起 對對對 他是1450始祖 雖然他當然不承認 但是就是這個網軍的爭議 的確是從他任內的農委會開始起來的 他真的是九命怪貓 他真的很神奇 這真的很神奇 因為陳吉仲我相信大家印象比較深刻有幾個 比方說像是他護航萊豬 他那時候在podcast上面 然後就講說 這個豬吃萊克多巴拉萊劑 就像是人吃保健食品一樣 這有什麼嗎 不是挺健康的嗎 你吃 你吃 你吃吃看 然後再來就是 他一直說強調不缺蛋 但是蛋價一直在上漲 然後再來就是說什麼 要來大撒幣補助食譯啊 然後最後斑斑吃石斑 斑斑吃石斑 還跳票 蠻厲害 他很會講啦 應該說他蠻會凹的 對 他蠻會凹的 就是其實任何的錯都不會在他身上 千錯萬錯都是死斑魚的錯 就是陳吉仲真的是被點名五大地雷 他是一定有 他應該是大家的共同地雷吧 薛瑞源也是 薛瑞源 你覺得薛瑞源也是 薛瑞源他主要比較經典 他前陣子嗆那個郭台銘 就說他是BNT推銷員 他搞不好布局你知道嗎 因為呢 他搞不好已經料到陳建仁要來了 陳建仁又被罵說是高端推銷員 那我先說郭台銘你是BNT推銷員 那這樣子 陳建仁就不會有人被罵高端推銷員 所以就是薛瑞源自己把那個名字扛下來 對對對 責任來我扛 然後那個誰是禽獸也要自己扛下來 沒有蘇院長直接把他推進去有沒有 直接把他推進那個坑裡面 那當然我還有幾個比較爭議的人選 包括我們經濟部長王美華 欸對啊你覺得很奇怪 阿花怎麼沒被點名到 我覺得是因為最近比較少停電的關係 還有一個點名的是 我覺得是勞動部長許明春 因為我們的勞保基金在2028年 可能就會面臨破產 欸對阿春還在欸 對好那當然我覺得蔡政府 他們的說法應該會是說 好我們要避免這樣子的問題發生 所以我們可能要去針對制度 去進行一些改革 所以必須讓原本的人 持續留任下來去做 但問題就來了 你真的有辦法在這一年多的任期之內 把它完成嗎 還是你只是為了就是保住這個官位 然後讓他繼續做在那邊 但勞保基金最後還是得面臨 2028年的破產危機 對啊那我覺得就是變成 以這樣子的人選來看你就會知道 其實蔡總統他並不是說真的在這一段時間 可以去什麼大道破斧的改革 因為一方面是總預算已經編列過了嘛 所以他其實要再做太大的一些調動 的確也不是那麼容易了 所以他可能就覺得那我就這樣 順順的過去就好 但我覺得這幾個都是會被詬病 然後最後一個我要講的 就是我們的主記長 你怎麼那麼深得我心呢 最經典的就是他那個阿米耍20塊 那句話 我還在找我還在找 他那應該要輕面 輕面線可能都不止20 輕面線不止不止 不止了不止 他應該都要再更高了 對 但我覺得最大的問題是 你就發現我們的中央部會的首長 完全就是不知民間疾苦 因為他這一句話 其實他是完全就是非常 非常顯現出他對於民間的物價 他是沒有掌握的 然後再加上最近經濟部長被問到 我們的花花部長被問到 那他說 那個麥當勞還漲價 我說我沒有再吃麥當勞 你不能說因為你沒吃過 所以你就不知道物價是多少 所以我要再回來講成績重 我們的蛋價為什麼一直持續上去 他不會跟我說他很少吃蛋吧 還是他沒有去買蛋 應該是他沒有去買過蛋 就應該是他沒有本人去買過蛋 所以他不知道蛋價是多少 所以我覺得 所以不知者無罪嘛 我覺得這很嚴重 就是綜合這幾位下來講 我覺得會造成我們的物價 一直持續的不斷的飆漲 我覺得非常大的一個主因 也是因為我們的 這些中央部會的這些首長 他們根本對於市面上價格 他是沒有掌握的 所以那為什麼大家才會講說 你看民進黨 你沒有去接地氣 你沒有去聽取民意 聽取民情 然後導致到可能22年的一個選戰 比較是大敗的一個局面 我覺得這是他們最主要 應該要去思考跟悔改的一件事情 你知道嗎 就是所以你變成 你看哦 大家一直在討論說 好低薪 然後高房價 高物價的同時 你留任的這幾個部會首長 又都是搞不清楚狀況的 你叫人民怎麼有辦法幸福 這樣子的一個政府狀態呢 他們常常講出來就是 好像很合理 但是很荒唐 因為你到底是在當官 還是你在當老百姓 你就是當官嘛 你當官 然後可以兩手一擺說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不知者無罪 拜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